王立军出逃美领馆曝光了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腐败 有知情人士称王立军的双手沾满了活摘器官的血腥将被判死刑 对此学者分析王立军只是一个棋子 江泽民、罗干、周永康等人才是元凶 如果王立军在这个时候被判死刑等于是被灭口 认为目前中共中央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停止迫害法办元凶 如何处置王立军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有传闻说王立军因揭露薄熙来腐败大案而立功 将会将功抵罪 不过也有人认为王立军即使是立的功也不能抵罪 因为王属于叛逃 单凭这一点中共高层就会把王立军杀掉杀依紧摆 另一个理由是王立军手上命案实在太多 他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他的最大的罪行是参与或操纵或者人体器官 特别是活着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这也是人类社会最为凶惨的犯罪 这些罪行一定会受到审判的 人类历史上的暴力者大都难以逃脱人类历史的审判 如当年的一些屠杀犹太人的拿锤分子 还有南京大屠杀的元凶等等 2008年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发布最新调查报告 披露王立军涉嫌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活人人体试验 王立军在2003年5月曾主持所谓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做了几千例器官移植 大量器官移植宫体来源令人质疑 吴建国表示 王立军不过是一个棋子而已 主持迫害法轮功群体灭绝的江泽民 罗干周永康等才是元凶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天亮表示 王立军涉嫌重大犯罪 判他死刑等于是杀人灭口 因为以王立军的身份 一定知道中共高层更多隐藏的秘密 王立军他的这个犯罪 他不只是一个个人的职务犯罪 他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集团犯罪 那么王立军作为这个集团犯罪的一份子 他能够了解很多共产党的黑幕 就是包括上层的 薄熙来的周永康的 江泽民的 罗干的 所以说如果王立军现在被杀人灭口的话 很多的罪恶可能会因此就被掩盖了 学者认为现在最迫切也是最重要的 是弃拿法办参与迫害的元凶 新唐人记者长春黎安安采访报道